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正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共享春运 2018春运已经拉开了帷幕 这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周期性的人口迁徙 从2月1号开始将持续40天 交通部门预计 今年春运全国发送旅客将达到29.8亿人次 将近30亿了 公路 铁路 航空都积极行动起来 增加班次协调人力权力保障这个春运 春运一开始咱们就发现 好像更新潮了 因为在回家路上 时常可以看到共享的影子 是名副其实的共享春运 比如说这个铁路部门 今年就试点高铁加共享汽车服务 来解决春运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咱们都知道高铁站一般都建的比较偏远一些 乘客下了火车出了站 还得转秤其他交通工具 可过年回家 人家带着大包小包转车特麻烦 这一回铁路部门提供共享汽车服务 乘客就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家门口了 目前霍浩特 南京 南昌等地 在火车站都增加了这种创新搭配 铁路部门还表示会继续扩大试点范围 成熟一个就推广一个 火车站有共享服务了 那汽车站人家也不甘落后 今年春运 很多地方的汽车站都推出了 共享用车服务平台 以前汽车班次那都是定时定点 乘客都要赶这个车 要是没赶上车就开走了 而有了这个共享用车平台 乘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来下单来订车 情况相类似的乘客 就可以共享一辆车 选择这个自主价格优惠 另外这些个车 都是汽车站给配备的 安全方面更有保障 说完了汽车 我们再来说一说摩托车 每年春运 数十万摩托大军 都是回家路上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今年他们成了科技 关照的重点 通常广东 广西 湖南 江西 福建 这五个地方 是摩托大军的重点迁徙区域 这些省的交通管理部门 联合高德地图 推出了共享大数据服务 地图它会为每一个用户 推荐最佳的返乡路线 另外它还增加了返乡路线的组队功能 你可以和老乡和同路的人 组成一个队结伴回家 加入组队之后 交警就会在系统内随时提供路况信息 比如避开拥堵的路线 哪哪有服务站 哪个路段发生事故 需要唠叨走等等 组队返乡 还有共享位置服务 这避免有人在骑行中迷路 或者是掉队了 这就叫共享大数据 保障回家路 前不久有平台还发起了一项暖心行动 叫春运共享座 也就是共享火车座位 每年春运都有几千万的乘客 买的是站票 无座票 有的人回家 需要十几个小时 二十几个小时 没有票 那只能苦熬 而春运共享座 就是号召有座的乘客 主动分享自己的座位 让那些无座的人 也能获得短暂的休息 这个活动发起后 很多人自愿加入进来 愿意将自己的座位 和别人来共享 共享春运 要我说 这就叫连接产生美好 共享温暖人心 好 继续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年终奖纠纷 临近春节 年终奖 就成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有的妥豪公司 现经磊成墙 看的小伙伴是羡慕嫉妒 又是别人家的年终奖 有机构发布了一份 2017年白领年终奖调查 里边列举了白领 收到的各种奇葩年终奖 哪些呢 看清 腊肉 鸡蛋 苹果 还有方便面 面对如此年终奖 甭管什么戏的青年 恐怕都很难淡然处置 而比这更悲催的 则是什么都没拿到 甚至呢 因为年终奖打官司 闹上法庭了 说最近啊 北京二中院 对年终奖纠纷案 进行了调研统计 结果就发现 此类案件 出现了逐年增长的趋势 案件的缘由啊 往往都是白领 春节前后跳槽离职日 这公司呢 他就不发这个年终奖 至于不发的理由 也是各不相同 有的说 我们全公司都没发 严重奖 当然也就没发你的 有的就说 你业绩不达标 考课不合格 没你的份 还有的就说 你都要跳槽了 没有拿年终奖的资格 打官司 索要年终奖的 大部分呢 都是80后 90后啊 他们更注重自己的权益 咱为公司 辛苦打拼一年 难道就因为要跳槽 年终奖你就不给 这份权力意识啊 比起闷声吃亏的 咱这位一个前辈啊 那真是一个进步啊 不过呢 到了具体的案件当中 能够打赢官司 能够拿到年终奖的 好像也并不多啊 原因往往就在于啊 这个年终奖啊 它不像工资那样啊 会在合同里写明白啊 一个公司 对于在职的员工 年终奖的发放 它不透明的 数额随意 标准模糊 多还是少 全看老板心情 你更别提 你已经跳槽的了 有律师就说啊 签合同的时候啊 要尽量把这个薪酬标准 奖金发放都写在纸面上 不要只是口头约定 否则到头来 很可能就是口说无凭啊 此外 法官还建议啊 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 就包括劳动合同 奖审制度 奖金发放规定等等 看来啊 年终奖 没有对比 就没有介怀 没有官司 就没有伤害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劝阻吸烟 前不久在北京某饭店 一名女顾客呀 发现隔壁桌呢 好几位男士呢 在抽烟 她先是向服务员的反应 这服务员呢 上前劝阻无果 这女顾客呢 就用手机录下了视频 事情发生后 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朝阳区卫生寄生监督所 联合朝阳区食药监局 还有北京市控烟协会等多部门 对涉事饭店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饭店劝阻顾客吸烟啊 无效后啊 并没有要求吸烟者离开 也没有向卫生行政部门 拨打举报电话 而且呢 这饭店也没有控烟管理制度 张贴的禁烟标志呢 也没有投诉举报的电话号码 因为这一系列的不作为 目前这饭店已经被立案调查 可能面临罚款 对于这么一个处理结果 很多人就觉得还不够啊 那几位抽烟的顾客也应该罚 当然在这个事件当中 这位女顾客的劝阻 也值得咱们说一说啊 大多数人呢 都是为他点赞 觉得他敢较真 不妥协 但也有人就觉得他有点矫情 多管闲事 小题大做 公共场所劝阻吸烟 真的是多管闲事吗 根据北京市控烟条例规定 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 发现吸烟行为的 可以劝阻吸烟者啊 也可以要求该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劝阻吸烟者 此外还可以打电话来投诉 也可以直接拍照 发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所以呢 这位顾客所做的 并不是多管闲事 更不是小题大做 而是行使法定权力 完全没毛病 事后啊 有记者采访他 他就说 这个事情就得较真 以后啊 还会劝 说起来相关禁烟条例 已经出台好几年了 但却一直呢 收效盛微 这一方面呢 是吸烟者往往缺乏自律 自觉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太较真 就拿这事来说吧 饭店经营者 有劝阻吸烟者的义务和责任 但顾客呢 是上帝啊 他不敢得罪啊 于是呢 饭店对这个吸烟的顾客啊 那是争议之言 闭之言 缺乱组的时候呢 也往往是敷衍了事 另外 我们再来说一说 其他的顾客啊 本来作为利益受损方 如果饭店里的顾客 能够形成同盟 一块出来 缺乱组吸烟者 效果肯定更好 但问题往往是 很多人抱着 哎呦 什么这么多人 为何我就要出头呢 抱着这种心理啊 很容易做出默认和隆忍啊 经济学家 将这种现象 称之为 人多 事不重 所以呢 这一位女顾客 主动站出来 和吸烟者博弈 其实呢 是做了其他所有人 应该做 但没做 想要做 又不敢做的事 有专家就说了 想让控烟有成效 就必须奖励 较真的人 处理那些 不听劝阻的人 监管那些 不作为的人 要让那些 在公共场所 吸烟的人意识到 不是别人 在跟你过不去 而是你在跟法律 过不去 要不说 想要破解 公共场所 控烟难的困局 就需要 对吸烟者 勇敢地说 不 可千万 别把公共场所吸烟 当作过夜云烟 我们继续来 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北大 刘美高材生 12年不回家 拉黑父母 这个新闻 在朋友圈是刷了屏了 新闻主角 叫王猛 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 别人家的孩子 你看 四川一个地级式的 高考状元 考上了北大 之后呢 又去美国排名前五十的 大学读研 就是这么一个学霸男生 12年不回老家过年 六年前 甚至拉黑了父母的 所有联系方式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跟父母如此决裂呢 他写了一封信 一万五千多字 里边记录了 父母对他的过度控制 从小把他当女生来养 他抗议无效 还有幼儿园举办活动 要求穿短裤 家长呢 却逼着他穿长裤 哪怕去了外地 读了大学 也通过亲戚来监控他 凡此种种 从小到大 各种细节 用他的话说呀 如果付出是为了控制孩子 那自己父母在这世上 做的是出类拔村 这么一件事就引发了热议 父母跟孩子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种局面 到底是父母的教育责任呢 还是孩子的心理问题呢 有心理专家呀就说了 在父母看来 他们觉得没做错什么 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 孩子就不应该 以这样决绝的方式 进行对抗 但其实呢 王某或许属于 比较敏感的那个人 对这个父母的行为 存在一些过度的解读 不过这是更重要的呀 是父母的教育啊 恐怕也出了问题 他缺乏安全感 是家庭里造成的 当他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 父母不但不帮 反而把问题呢 推给他 把孩子伤得更重 有不少网友 看了王某的万字长信 很有感触 说自己小时候 有过类似的遭遇 长大后 也试着和解 跟爸妈说起旧事 爸妈歉意地说 我们也是第一次 做父母 没有经验 那一刻 他感觉什么怨气 也都没了 而王某的父母呢 则似乎啊 缺少这么一种反省 即便到了现在 还说王某 你抓着旧事不放 这么一件事 触及到了原生家庭 这么一个痛点 尤其值得当父母的反思 毕竟孩子没有选择 家庭的权利啊 你可千万不要像那话说的哈 父母一直在等孩子说谢谢 孩子呢 则一直在等父母说抱歉 好 继续回来 关注热点话题 说一说张子岛的扇贝 前不久 上市公司张子岛发布公告 说盘点扇贝的年底存货时 发现了一些异常 导致2017年的业绩巨变 从之前预计的盈利一个多亿 变成了亏损五亿多 简要言之 就是扇贝跑了 公司从盈利变为了巨亏 这消息一发布啊 股民不淡定了 张子岛的扇贝怎么又跑路了 为什么要说 因为啊 这已经是扇贝去哪上演的第二季 早在三年多前 2014年的十月 张子岛已经发生过一次 扇贝绝收事件 当时给出的解释啊 是海洋牧场遭遇到异常的冷水团 不过呢 有张子岛的村民啊 举报说 这事呢 并不是什么天灾 扇贝绝收是因为 波苗造假 之后这个证监会 在上千封举报信的压力下 就进行了调查 但也没什么结果 而这一次呢 扇贝又跑了 有人就吐槽啊 你们家养的是扇贝精吗 一到年底作账的时候就跑了 还有人说 不如改养海归吧 游得慢 就算跑了也能抓回来 这些看似欢乐的段子 其实啊 是古民的无限心酸 毕竟 张子岛的扇贝说没就没了 拒亏了好几个亿 这古民啊 得承担多少损失呢 这个海底养扇贝 确实是靠天吃饭 受气候变化呀 环境变化的影响啊 比较大 比如扇贝属于冷水品种 适宜的温度呢 就15度左右 如果水温升高 就有可能造成扇贝的死亡 所以呢 古民害怕的 不是扇贝死亡 害怕的是另外两点 第一 真的是天灾吗 第一次扇贝跑了的时候 就有投资者啊 提出活要见扇贝 死要见贝壳 结果呢 啥也没见到 不了了之了 第二点 如果是天灾导致扇贝死亡 有没有及时披露信息呢 有媒体就报道说 一位张子岛的船员呢 透露 早在2017年的11月 就发现扇贝大量死亡的情况 公司的处理方法是 直接扔回海里 并没有对外公布消息 更让人起疑的是 这两次扇贝事件当中 张子岛的高管做了同一件事 就是在公布消息之前 提早减持 要我说呀 监管部门必须调查清楚真相 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可不能让跑路的扇贝 搅起一团浑水 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看天下文章标题 这本史上最荒唐的书 竟然卖到脱销 史上最荒唐的书 就是这一本 是由日本一家出版社给出版的 刚刚发行四天 就登上了畅销榜的第一位 因为卖到脱销 出版社还紧急加印 这本爆款书到底有多好看呢 问题的答案 也正是它荒唐所在 这本书里没有故事 没有情节 没有人物 甚至都没有文字 整本书只印了一个数字 就这个 这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数数 一共有两千三百多万位 概念 您看看这本书的厚度就知道 把这个数从头到尾印完 用了七百一十九页 数数咱都学过 它又叫质数 除了一和它本身外 不能被其他自然数整出 比如二三五七 它都属于的数数 数数是无穷的 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 正因为这一份神秘 民间有很多数数猎手 就专门寻找最大的数数 前不久 美国一位电气工程师 通过这个计算机 找到了目前为止最大的数数 日本这个出版社就突发奇想 直接把这个数印成一本书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据说在此之前 这出版社曾考虑把圆周率印成书 但因为这个圆周率是无限的 不会完结 所以没实现 七百一十九页 只印一个数字 还能成为畅销书 看来热爱数字的人 还真是不计其数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水城威尼斯遭遇罕见低潮 运河水位比平时的正常水位 下降了七十厘米 河床暴露 船只搁浅 有的船都陷到淤泥里 没了水的威尼斯 真正全是了什么叫脱泥带水 重庆一对老夫妻 爷爷一百一二岁 老奶奶八十六岁 结婚已经六十多年了 奶奶眼睛不好 做过手术 所以甭管去哪 爷爷都牵着他 怕他摔跤 青城鸟叫的时候 手拉手在小区散步 阳光明媚时 则相互依偎 坐在树下的长椅上 老爷爷就说 我就是拐杖 带他出去耍的拐杖 您看看 这个恩爱秀得多甜蜜温暖 俄罗斯举办 最寒冷自行车比赛 选手在零下四十度的 极寒条件下骑行 敢来参赛的 那都是勇士啊 总共有二十多名 参赛选手 您瞧瞧啊 骑着骑着 选手就满脸冰茬子 变成了白眉大侠 隔着屏幕 杜绝的冷啊 最冷自行车比赛 这才叫真的酷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各大高校的艺术考试正在进行 节目九 东北师范大学一考线上有几名考生 因为使用了临时身份证被拒绝参加考试 这事呢 引发热议 考生就说了 考前身份证不小心弄丢了 于是呢 就带着这个临时身份证啊 来考试 可监考老师呢 把他们拦在了门外 说招生检章有规定 带临时身份证不能进入到考场 无奈之下 考生找来民警 让民警帮忙协调 尽管民警证明了考生的身份 强调了临时身份证的法律效力 但这个监考老师就是不放心啊 说自己啊 是照章办师啊 最终考生只能遗憾 错过这一场议考 咱们都知道啊 身份证丢失之后 应该到派出所啊 挂师并办临时身份证 法律有规定啊 临时身份证和正式的身份证 是一样的 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 不仅如此啊 法律明确规定 公民使用临时身份证的时候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不得拒绝 所以呢 你拒绝考生进入考场 看似是照章办事 实际上啊 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侵犯到考生的合法权益 虽然法律明确了 临时身份证的法律效力 但有些个招考单位 却对此呢 并不买账 你看之前 也有事业单位招考 七名考生 因为持临时身份证 被拒之门外 还有研究生考试 艺术特长生考试 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有的高校啊 甚至啊 他就在招生简章里 明确规定 持临时身份证 不能参加考试 那有人就说了 招考部门不认可 临时身份证 说白了 就是怕麻烦 怕担责 因为临时身份证 这个真假呀 辨别起来更复杂一些 为了图审视 为了避免承担责任 干脆直接 对临时身份证 统一说不 这考生持临时身份证 遭到拒绝 要我说高校啊 应该自觉 遵守法律规定 维护临时身份证的法律效率 在考试面前 要维护到 每一个考生的合法权益 这才是考试公平 最好的证明啊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 一姑娘啊 在网上发帖 说吃烤鱼的时候呢 不小心鱼刺卡了喉咙 去医院呢 取这个鱼刺呢 医生花了一分钟 就给取出来了 看操作这么容易 以为也就十来块钱吧 没想到 最后呢 收了四十五元 于是这姑娘就吐槽 说医院太坑了 我还只是个学生呢 这么乱收费 吃不消啊 没想到 这么一个吐槽体 让网友看不下去了 有人就说了啊 四十五块钱 已经是很良心了呀 现在开个所都不止这个价 鱼刺卡喉咙 会有很多情况 卡的位置比较严重的 花个成百上千 都属于正常 你花四十五元 还嫌贵 这太说不过去了 再者说呀 吃一两百的烤鱼 你舍得 你拔一个几十块钱的鱼刺 反倒不舍得 要我说 医生的劳动成果 也应该得到尊重 你看到的是 医生的一分钟 人家为了练成 这一分钟的功夫 那是花了十年功 好 继续回来 最近啊 重庆一中 还有重庆南开中学 以及巴蜀中学 这三所学校高一的同学呢 那是有点小高兴 小兴奋 因为老师的寒假推荐书目上 出现了大屏幕上的这本书 就是金庸的天龙八部 有同学就说了 这一下爸妈呀 再也没有理由 拦着我看武侠小说了 看到这么一份推荐书目 不少家长就觉得 挺出乎意料的 有家长啊 回忆起他读书的时候 那都是躲在被窝里 打着手电筒 看武侠小说 和老师斗智斗勇 一旦被老师发现 后果就严重了 不光书要被没收 还要受罚 您才看看现在啊 居然让孩子光明正大 看武侠小说 不得不说 三十年何东 三十年何西啊 这说起来啊 家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 其实呢 还是因为咱以往的教学啊 给人的感觉 是严肃的 冷冰冰的 就拿课外阅读来说吧 以前老师给同学推荐的书啊 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 经典名著 总觉得呢 读这个书孩子才能学到东西 而像天龙八部这样的贤书 一般就难登大雅之堂 但其实呢 孩子最想看什么书 他们才争有发言权呢 前一段时间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发布了一份阅读报告 这个报告就显示 中学生借阅最多的图书 就是天龙八部 可以说武侠小说 那是有学生基础的 而且呢 金庸的小说 之所以吸引到学生 不只是因为他塑造了个性鲜明的角色 这个构想了好几门爵士武功 更在于啊 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武侠世界 武侠世界里的那个英雄啊 不仅除暴安良 还胸怀天下 展现了侠义精神加国情怀 这对孩子的人生观 价值观 历史观的塑造 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可以引发孩子的各种思考 别的不说 就光这个天龙八部这个书名 就很有意义啊 天龙八部出于佛经 有世间众生的意思啊 象征着大全世界之中 形形色色的人物 瞧见没有 看武侠啊 那也是可以长知识的啊 而且呢 这一次推荐天龙八部的三所中学啊 也不是一见就了事啊 人家老师啊 还设计了导读啊 闯关答题啊 来引导学生该怎么读 该怎么学 要我说 寒假推荐读天龙八部 阅读的招式 那也可以花招百出啊 好 接下来看这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茨 古代房产证 前段时间在江西南昌 发现了一处古墓群 这个古墓群啊 共有十个墓坑 根据出土器物特征 考古专家呀 就判断 这应该是三国东吴时期的古墓 古墓中出土的各种瓷器 陶器 精细和文献 对历史研究有很大的作用 不过呢 除了这些常见的出土文物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样 很特别的物件 什么呢 房产证 您瞧瞧 这块刻有文字的长方形的石板 就是古代的房产证 看到这 很多人就有疑问啊 既然是房产证 那为什么不留给子孙后代 要买在布物里面呢 其实这张房产证啊 并不是买阳间的地 而是用来买阴间地的 他还有一个专有的学名 叫买地券 也称之为名气 幽气啊 也就是人死了之后啊 要想成为敏见的一分子 就要通过买地 取得在阴间的居留权和居住地 这跟现如今买墓地啊 也差不多啊 古代房产证 看见没有 中国人对土地和房的执着呀 那真的是贯彻古境 伴随生死哦 好的 感谢收看 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主题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